为了慰绕清洁队员平常的辛劳 市长魏佳燕特别邀请到清洁队员到秀泰影城看电影 而且还选了《做工的人》这部影片 希望可以借由电影所诠释的内容对照现实生活 激发队员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清洁队员们一整年除了过年三天不用清运垃圾 其他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要执行 华林市长魏佳燕为了慰绕清洁队员辛劳 特别利用星期三下午空档 邀请队员们前往电影城来看电影 并且挑选了《做工的人》这部片 希望可以激发队员们的自我价值认同 今天也邀请我们所有清洁队员 来看我们《做工的人》 我们国片《做工的人》 其实在讲述我们台湾现金的社会 我之前就有看过电视剧了 这次出电影是更浓缩更精进 把后面的故事做一个结尾 在这边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 不管是清洁队员或是在劳工阶层的人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工作 都希望被人家尊重 我想清洁队是我们整个华林市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螺丝的一环 那没有清洁队员我们相信 不管是在我们花莲市的 不管是垃圾或是清洞 等等的一些工作就没有办法推行 那今天也带着我们所有的队员 来看《做工的人》 我们希望说不管是做任何的工作 不要自卑 那也希望说不管是家人 还是说朋友 都希望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 难得有机会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 队员们也都非常期待 平常有机会来看电影吗 平常比较少 比较少 对 那今天为什么来看电影 因为队部招待了 哦你知道是什么电影吗 做工的人 大概在讲什么名字上吗 我不清楚 你会很期待 很期待 有机会常来看电影吗 没有 不会哦 那今天为什么来 因为市长招待 哦你知道他看什么吗 做工的人 真的哦 你觉得这部片会跟你有什么影响吗 还没看不晓的 我看到 还可以啦 还可以 很难得的机会 难得悠闲 平常都会来看电影 没有 没有时间看过 没有时间来看 真的哦 那今天为什么来 市长请我们来看 哦 是啊 看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真的哦 那你因为我很期待 你开心 很期待 市长渭嘉宴希望可以借由电影中 和现实生活面 大家共同的语言和想法 让队员们可以提升自信心 认同自我价值 记得回换室报导 那我价值得回换室报导 对我价值得回换室报的 我价值得回换室报导 谢谢大家